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家里东西出去卖 拿账款来开派对 老妈希望法官能做些什么 帅男听得很绝望 害怕自己被关起来 不懂老妈为什么要这么说 即使那些是实话 晚上 默默默养的小仓鼠 在餐桌上烦躁地打翻了餐盘 隔天他被送去少年院 管理员大眼镜大概介绍了下院里情况 带他去看树社 让休息一下 待会儿去工坊 人刚走 帅男便听到楼下有人因为不想去工坊和人起争执 对方去扎头 抽着烟很嚣张 帅男问他要烟 被教训了几句 还让下次带烟过来 去工坊工作 隔二玩火戏弄卷地 被工坊负责人喊停 抽烟时间 帅男和卷地打招呼 卷地才发现他是自己新室友 知道他要烟 卷地大方的让他先拿着 一起在室外长椅上抽烟聊天 隔二来要烟 整包拿走 只留了一根给帅男 态度蛮横无理 还不打算还 帅男直接把他压倒在地上 要火了烟 狗二警告他不算完 便回溜溜的离开了 卷地憋着笑 看片时 卷地很高兴他胡住狗二 他们该不会烦他了 管理员眼镜把帅男喊到办公室 问他还适应这里吗 有被人故意刁难吗 帅男笑的说没有 管理员提醒 如果有 要让自己知道 不然他很快会遇到麻烦 果然 帅男很快被扎头和狗二欺负 管理员胡子迅速冲出来制止 警告扎头这样会有后果的 扎头表示自己不怕周末禁闭 胡子穿他冷静 不然自己叫警察 晚上 帅男看着手机里小仓储的照片 顺时想念 卷地坐在穿台抽烟 让他一起 教他要把烟吹出去 好不被发现 隔天在健身房锻炼 帅男看着对面的扎头 忍不住嘴角带笑 隔二局雅临时太弱 被人嘲讽 上前挑衅帅男过来试试 帅男轻松举起 扎头立马让在家十棒 帅男依旧没有问题 扎头自己也压了上去 帅男撑住了 扎头笑着帮他放好哑铃 事后和狗二一块找他聊天 邀请一起搞生意 准地办完刷墙 扎头给了他一包烟 过去告诉管理员胡子自己已经清理干净 就这样他被准许出去过周末 帅男在列车上问几个学生弟敲诈钱 帅男回到家 说想出去和朋友喝酒 妈妈要求他午夜前回来 老爸劝晚点也没关系 妈妈坚持别想 不然就打电话给少年院 帅男气得离桌 和扎头出去参加派对 扎头和金发妹进了房间 帅男喝酒麻痹自己 往后被塞冰块 随音乐摇摆 一胖子上前砍油 被他当场推开 最熏熏离开 孤零零的坐在公交站台 早上回家 老妈吹他洗个澡 打包好回少年院 已经联系好警察 在那等他 中风在办公室警告他 继续乱来是要承担后果的 帅男帮扎头在宝宝车前拍照 车是他按借女法官的 在一伙人的嬉闹声中 法官开手离开 车很快停下 因为车太没气了 管理员们赶忙过来 劝他们回房间 如果必要的话就叫警察 食堂打饭时 扎头发现先来来为射高个 立马插队抢走了他的餐盘 还让狗儿跟上 射高个和狗儿起争执 被管理员胡子劝停 晚上守卫离开15分钟 扎头带人敲开了射高个的房门 蒙住他的脸羞辱 顺便录下录像 很快门卫回来 临走前 扎头警告射高个 敢说出去就上传到脸书 帅男留下偷听 扎高个只跟门卫说自己生病 别的什么也不肯说 他向扎头汇报 扎高个不会告密 转地路过去上课 被狗儿强行耀烟 帅男帮他解围 扎头和狗儿邀请不能回家的帅男一起出去过周末 狗儿抄了辆车 三人开车出去嗨 扎头要求先找个人 让帅男等自己信号 就上去揍他 帅男在他的指挥下大打出手 扎头和狗儿拿到了超过1000欧 正在车上兴奋着 帅男担心他们报警 扎头和狗儿完全不怕 在加油站加完油 钱能没付直接上车跑路 晚上开车抵达和妹子们的会合地点 有个黑发妹对帅男很感兴趣 一行人去烂尾楼开派对 扎头见帅男一个人站得远远的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上前问他怎么了 帅男劝他把钱还回去 扎头对他动了手 被金发妹制止 警告别乐他 帅男在派对上随着音乐摇摆和黑发妹乐吻 眼里却看着和金发妹跳得正嗨的扎头 狗儿换了音乐点了个烟给扎头 扎头暧昧的让帅男也吸了口 帅男一边和黑发妹乐吻 一边伸手摸扎头的屁股 扎头没制止 直直笑着看了看他 派对结束 扎头开车 把他放在一公交站台 黑发妹想要他电话 帅男委婉拒绝 下车后他并没有回家 而是翻墙去了小时候的幼稚园 睡在一间小屋里 上午被电话吵醒 扎头约他下午六点某旅馆见 之前帮自己办件事 找卷弟要他欠扎头的钱 本来只见十欧 被扎头说成了三十欧 卷弟没有 帅男便抢了他的手机 卷弟直言他傻 久了他就知道扎头是什么样的人 帅男不以为然 说了和扎头的约定地点 吉哥带他上楼和扎头碰面 金发妹也在 帅男把刚才抢卷弟手机的事说了 扎头夸他做得好 放起音乐给了他一瓶酒 让他放松下 和金发妹在床上亲热 邀请他一起 帅男坚不住诱惑 扎头和他乐吻时 金发妹笑着烂胃 吉哥忍不住珈乐进来 正枪还未开始 金发妹晕倒了 还好没有大碍 扎头立马让吉哥陪他走走 送他回家 自己最后帅男继续鼓掌 事后醒了已是清晨 扎头装作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一起去吃小餐 故意告诉帅男 没人敢出卖自己 因为自己有每个人的照片跟视频 帅男好奇自己也有吗 扎头笑得意味深长 给金发妹打了个电话 约打火箭 便离开了 帅男回到少年院 被管理员眼镜 要出来办公室 填写未授权的缺席表格 卷弟还在生气 不想理他 帅男劝他生意归生意 便先去洗澡了 在工坊做工 抽烟时间看到扎头在门口 他和金发妹约会 耽误了回来的时间 让帅男帮自己去找寿高个 要20欧 帅男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去 扎头无奈道 自己再犯事 会被送去配远小城 帅男去找寿高个 要他欠扎头的钱 寿高个没钱 便拿走了他的外套 让周五交钱 狗二煮了焦糖牛奶 帅男把外套给扎头 承诺周五可以拿到钱 扎头让狗二帮他 倒了杯牛奶 三人晕过呼的 喝奶抽烟 周五 帅男找寿高个要钱 被管理员胡子 撞见他打人 决定取消他周末 现在来办公室 帅男不服管 没理会胡子 直接走了 扎头封了点钱给他 约他晚上八点 地下室碰头 他买了个汉堡吃 看到手机里 小仓鼠的照片 很想念他 晚上和扎头他们碰头 一起抽烟喝酒 打台球 机哥也在 眼神暧昧的跟着帅男 隔二趁机拍照 扎头和亲发妹 在沙发上侵略 机哥搂着神迹不清的 帅男激吻 狗二一脸奸诈的 拍照录像 帅男醒来时已是隔天 回家时家里没人 他便带走了 想念已久的小仓鼠 刚出门 就被警察带回了 少年水的办公室 三个礼拜逃跑了五次 还满脸的不以为然 回宿舍用纸盒 给小仓鼠做了个窝 扎头来仓门 帅男很开心的 常来介绍自己的小仓鼠 扎头诱惑他 和自己一起去阿姆斯特丹 这让帅男很期待 突然晚上有人敲窗户 帅男赶忙把小仓鼠藏好 是扎头来了 守卫在看球 扎头让卷弟去卫生间待着 会有帅男 关于阿姆斯特丹 自己有新生意 有个家伙欠自己三千欧 骂了超贵的单车给他 他没付钱 得帅男去要 因为他们看到自己 就会逃跑 等他搞定 就一起去阿姆斯特丹 惊发妹也不要了 他把地址和直虎 给了帅男便离开了 隔天 帅男按地址去找人 开门的是为中年妇女 他冲进去 喊小个子要钱 发展小个子 手里拿着刀 帅男把中年妇女当人质 逼他把刀丢了 小个子听到 一百欧变成了三千欧 眼都直了 中年妇女劝他 把钱给帅男 伴随着小孩被吓哭的声音 小个子把钱交了出去 帅男拿到钱 藏在了幼稚园的一个屋顶上 去帅男家告诉他 那家里没人 自己下次再去 说完就想吻他 听着屋内女生问是谁 家头干嘛让他 处理好家来找自己 帅男找个长椅 睡了一觉 去幼稚园拿到钱 决定还回去 中年妇女还在哄孩子 小个子在烦闷地戳着烟 他把钱留在了窗台的花盆上 回家想要寻找安慰 老妈不让他进门 说好多警察都在找他 他还把仓鼠带走了 帅男无奈到 那自己还能去哪 老妈要他回少年院 帅男感觉他从没在乎过自己 看到老爸出来 他更委屈了 老爸让他先进来 老妈不允许 说他俩都在逼疯自己 老爸问他一切还好吗 帅男无奈转身离开 回少年院待着 扎头和狗二来问他钱在哪 帅男直言 看到了单车 事情不对 自己不做 扎头掐住他 想强迫他再去 被管理员演进前来制止 让回房间 临走前 扎头小声警告帅男 跟他不算完 隔天上午 帅男醒来 发现手机上有六通未接来电 转帝他们在打篮球 他笑着走过去 却被低俗嘲讽 是脸书红人 转帝还问他 对着自己打过手枪吗 是扎头 把自己搞机的视频 和照片发了出来 打电话给老妈 老妈已经知道 脸书的事情 虽然男的眼泪都下来了 老妈却让他 最好再也别回家 回宿舍的路上 直接送了一拳 给要冤的狗二 打开柜门 想摸摸心爱的小仓鼠 寻找慰藉 却发现已经被弄死 他从抽屉里拿了植骨 一拳 丢下知乎 转身就走 众人紧张的 跑向扎头 帅男回去 把小枪鼠 认之马桶冲走 无力的坐下 哭了出来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扶菊猫的观众大佬们 可以订阅一下扶菊猫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爱你们哟